第24章 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 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 使其知难而退 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话说1951年3月1日 毛泽东起草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 给斯大林的电报 见毛泽东军事文选 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 敌人不被大步消灭 是不会退出朝鲜的 而要大步消灭这些敌人 则需要时间 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 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 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 在过去一个月当中 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 经过调整补充 便寻找机会向我做事态性的进攻 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做必要的修补 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 同时 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 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 均甚为积极 我军补充物资只有60%至70%能达前线 有30%至40%在途中被炸毁 在目前一个半月内 因我新军未到 老军未补充 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 为粉碎敌人意图 坚持长期作战 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 我中国志愿军已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 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 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 即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 由2个军 现在元山 咸兴地区修整 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 约4月上旬 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 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 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 即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 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 准备6月中调用 上述10个军中的4个军 因打了5个月 必须补充修整 在第二番志愿部队 接替前线任务后 即调至平壤 元山地区修补 兼顾海防 第一番志愿部队中 其他两个军 则调回国内整补 在过去4个战役中 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检员已超过10万人 正向补充老兵新兵12万人 今明两年 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 再补充30万人 以利轮番作战 三 根据一二两月份的作战经验 我已有三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 从事修整 至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 检员甚大 未获补充 因之我无后备力量 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 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 同时 我军难进 后方现长 攻应很困难 还需留兵守备 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 即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 我如过早逼敌难退 反不利我分割兼敌 鉴于此种情况 在我第二番支援部队九个军 于四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 敌制陆军还叫我占优势 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 而以第二番支援部队六个军 即朝鲜人民军四个军 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 持组敌人 但必须估计 在今后一个半月内 敌人有可能寻击进攻 逼我应战 在此种情况下 我军已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 在我第二番支援部队九个军到齐后 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 我们计划 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 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 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消灭美军及里程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 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 最为有力 总之 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 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 并准备和我军做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 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 以几年时间 消耗美国几十万人 使其知难而退 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三月二日 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 他写道 乔木同志 三月一日 人民日报在消钱 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 写得很好 请为广发各地登载 并未出单行本 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 一起出一本 请教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 各图改区 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李俊龙 是国务院参事 他所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 刊登在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三月三日 斯大林赴毛泽东三月一日点说 您三月一日的来电已收到 我们同意您关于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 假如您能在安东地区留下两个空军师掩护电站和该交通线的话 我们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 即第十五师和第324师 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若朝鲜已有一条金属跑道 我们则可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金属跑道 与此同时 必须骑马在建筑四处水泥机场 因为只有金属跑道是不够的 我希望机场工程在劳动力和器材方面能得到保证 您若同意 我们可给一些高射武器掩护机场 并在供应你们一些高射炮 以令炮丝分批掉三个高射炮时去朝鲜 增订的6000辆汽车可在今年下半年中交货 三月间 毛泽东和老友周世昭聚会 周世昭问起毛爱因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 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 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 他就不会牺牲 这是可能的 也是不错的 但是 你想一想 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 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 我的这个动意 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 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 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要抗美援朝 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 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 市民写着 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 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要作战 我要有人 派谁去呢 我作为党的主席 作为一个领导人 自己有儿子 不派他去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人心都是肉掌的 不管是谁 特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 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 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 自己有儿子 也不派他去上战场 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 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爱因是个年轻人 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 去农村劳动锻炼过 这是很不够的 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 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 基于这些原因 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3月7日 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 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 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 中朝军队且战且退 3月8日 毛泽东置信在北京的陈伯达 田家英说 矛盾论做了一次修改 请急重排清样两份 一份教伯达看 一份送我再看 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 词意不畅 还需修改 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需做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 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机为宜 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 放入选机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 不知你们感觉如何 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 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 及其他文看的一部分之后再来 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 毛泽东未转发卢瑞卿 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省委 大中市委 及区党委一 资江卢瑞卿同志 关于浙江情况的报告一份转给你们 其中所述 这项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 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 及特务分子的经验 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 关于此项登记工作 凡未办及未办的好的 请你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计划 并向中央做报告 二 目前几个月 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 向下面指导的重心 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 地委 县委 给以检查和督促 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 严厉镇压反革命 当然 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 则要停一下 不要多捉多杀了 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 讲策略 做宣传 不杀错 这些也是当然的 毛泽东3月9日 3月11日 人民日报刊发了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 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张春桥 小名善宝 1917年出生于山东聚野县城 其父张开义 母亲宋慧清 1932年 张春桥进入济南正义中学读书 4年 16岁的他即发表小说《银领》《秋》 1934年中学毕业后 17岁的他又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 和一些反映民众生活的白话诗 1935年5月 张春桥到了上海 不久在《大碗报》及《大碗报》复刊火炬上 不断发表文章 193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 813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 《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 9月3日 他在《力报》上发表《武装民众》一文 张春桥在上海两年多时间里 先后发表文章40多篇 9月中 他离开上海回到济南 12月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 1938年8月 张春桥在延安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 几年后 他被任命为《禁察纪日报》副总编 1947年 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 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1951年改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张春桥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的开头 是这样写的编辑同志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87期 所在周威智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 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素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 他信中所说的毛泽东之歌 原是他在1941年任《禁察纪日报》副总编辑期间作词 由卢素作曲的赞扬毛泽东的歌曲 其歌词是《蜜云笼罩着海洋》 海燕呼唤暴风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个 不管黑暗无边 业务茫茫 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 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 在北方 从中原 到边疆 你响亮的声音 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 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 学着你的榜样 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光明 幸福的新世界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你是胜利的旗帜 光明的象征 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 学着你的榜样 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光明 幸福的新世界 这首歌问世后 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不仅在解放区广为传唱 新中国成立后 也曾流行一时 1951年 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 所作的1950年 全国流行歌曲调查中 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三位 后来 著名音乐史学家 向严生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中 也曾评价说 由张春桥作词 卢素谱曲的 献给中央20周年 大合唱中的毛泽东之歌 是一首优秀的 颂歌题材的歌曲 演出后 很快就在编曲传唱开来 此时 任文化部艺术局 副局长的周威智 则对这首歌曲提出了批评意见 他在1951年2月11日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 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 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 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 这些歌曲 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 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 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 如由张春桥作词 卢素作曲的毛泽东之歌 此中虽也着重说明了 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 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但他所选取的形象 是暴风雨中的海艳 是黑暗无边 夜舞茫茫 对伟大领袖 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 缺乏有力的描绘 有人认为他的情调 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虽然这个歌曲是十年前的创作 在新解放的城市中 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 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 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周威智在文章中还插入局谱 对毛泽东之歌的艺术表现形式 也提出了批评 说曲调过于平淡 情感沉郁 更带有感伤的成分 对于周威智的这些批评意见 张春桥虚心地接受了 他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中写到 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 是1941年71前写成这个作品时 我们就感到了的 1943年整封时 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 和威智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 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经过整整十年 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 内心实在不安 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 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 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 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 始终未敢落笔 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 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 并不是因为它好 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 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 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 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 曾逛过唱片 为了不时 它在推广 我一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 谢谢你们 对于张春桥的来信 人民日报也写了个编者案 其中说道 这个歌曲 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 各地广播电台应及停止播送 再说 3月11日下午 毛泽东在西南军区党委 1951年3月6日 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 给各军 各军区等单位 并报军委总政的电报上加了批注 并未转发这个电报 写了一个批语 电报内容 和毛泽东的批注如下自去年接到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之后 我军区部队在西南局统一领导下是坚决的执行了这一指示的 因此在剿匪与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由于在军队内部缺乏专门研究布置 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各级党委的普遍重视 毛住 西南如此 各军区各省各军 恐怕也有此种情形 有的对反革命存在着重案清楚 重纪律犯轻政治犯或地方严部队宽的倾向 对待旧机关旧职员的态度不够严肃 对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分子注意不够 党内干部中轻敌麻痹遗失机密的现象不断发生 军区党委认为上述缺点必须立即纠正 这不仅关系到轻匪发动群众和社会治安 而且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内部政治上组织上 纯洁与巩固的重大问题 毛住正是这样 为此决定 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之惩治反革命条例 彭真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 人民日报 2月22日社论 史良部长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专论等四个文件 各区必须认真的组织干部学习 并结合实际进行一次检查 十级军分区以上党委应将检查结果 分别向党内党外干部进行传达报告 反对反革命丧失警惕 重案清楚 甚至和平共处的倾向 务必得到揭发批判与纠正 毛住必须如此 二继续加强轻匪与捕捉匪首运动 密切结合群众斗争 防止因剿匪胜利而麻痹松懈 对现有管压的机案应立即组织清理 遵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迅速判刑 接后反署处理土匪案件 应统由军队结合地方执行 并每月向大军区报告一次 三加强队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工作 各部队与机关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 毛住很对 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 对这些人员 除继续进行团结争取改造外 对其中个别有破坏活动的分子 也必须坚决逮捕法办 对伪装投降起义 混入我军之一切反革命分子 应迅速加强审查侦破 弄清材料 分别处理 只有坚决的肃清与镇压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才能更好地团结教育多数 片面地强调教育改造 放松了对他们政治上的警惕 是错误的 毛住很对 应当这样办 四 各地现有集训尚未处理的旧军官旧人员中的特务恶霸分子 应急做出计划 迅速分别处理 不得拖延 上述第三 四两项军区 另有专门指示 望注意研究执行 毛泽东为转发上述电报的批语 是这样写的 军委之属各军事领导机关 及军事学院 各大军区党委 志愿军党委 并转各省军区党委 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 对于学习四个阵反文件及传达报告的问题 对于轻匪问题 在有轻匪任务的地方 对于留用救军官救人员的问题 此外还有在机关中部队中 汇入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及保密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不论过去已有检讨 或尚未有检讨 均一律重新做一次检讨 并对自己直属机关部队 及各兵团军师 发出必要的指示 并定期完成任务 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 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 并做出正确的处理 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凡对此任务忽视者 应当受到批评 你们的检讨及指示 应送军委一份 毛泽东1951年3月11日3月13日 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反攻中 主动撤离汉城 3月14日 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他写道 3月13日光明日报 再有一篇天津通讯 题为 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 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 写得很好 请于广播 并在人民日报转载 同日 该报还刊登了 天津金箍大学教授张雨时的一篇文章 题为 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 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 很有说服力 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15日 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矛盾论》的原稿 请急送来 凡教队都需将原稿 连同青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 均请送来 3月16日 志愿军第三兵团领导机关 在北京组成 由陈庚任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 副司令员王进山 副政治委员杜一德 参谋长王玉瑞 政治部主任刘有光 副参谋长李茂之 下辖原第二野战军 第三兵团第十二军 第四兵团第十五军 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 此后 第六十军军长维杰 原军长张祖亮 一任川西军区司令员 由维杰继任军长 政治委员袁子钦 率第179师 第180师 第181师 于3月17日 由安东入朝参战 第六十军 后来又隶属第二十兵团 3月18日 王继山副司令员 陈庚尚尚未到职 率志愿军第三兵团领导机关 由安东 长叠河口渡江入朝 第十二军军长曾绍山 政治委员李震 副军长兼参谋长 萧永寅 率第31师 第34师 第35师 于3月21日 由长叠河口入朝参战 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 政治委员古景生 率第29师 第44师 第45师 于3月25日 由安东入朝参战 3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 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黄祖言 被反革命分子刺杀身亡事件的通报 黄祖言 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 曾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 任秘书长 兼任毛泽东的秘书 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四年 本传第三卷中曾经说过 1934年9月 毛泽东到渝都县进行调查研究 由于操劳过度 加上身体虚弱 得了瘧疾 高烧不退 昏睡在床 黄祖言和警卫员陈昌凤 吴吉青等人 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 长征前 黄祖言被调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 不久 他患了肺炎 过草地时 发高烧瘫倒了 毛泽东知道后 劝他把烟戒掉 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 说你要是能戒了烟 那我就戒饭了 黄祖言还真的把烟戒掉了 毛泽东对黄祖言很信任 也很关心 到达陕北后 便把黄祖言从红军总政治部 调到身边 让他兼任中央机关 党总支副书记 西安事变后 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毛泽东派黄祖言去干南 协助陈毅等 组建新四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 高干训练班主任 新四军第二纵队 四十副政委等职 1950年3月 黄祖言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1年 接替廖荣彪 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就在3月13日那天晚上 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 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 正在进行着 参加会议的200余名干部 都身着军装 佩戴手枪 黄祖言讲完话走下讲台 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 其余座位 因许事由等军区领导未出席都空着 大约在21时10分左右 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王俊民 手持左轮手枪 越过第三排 枪口贴近黄祖言的头部 砰一声 击中了黄祖言 凶犯王俊民 与黄祖言 有何深仇大恨 为什么要枪杀他 原来这王俊民 出身于山东文灯县 一个地主家庭 他1940年参军 入伍前是一个小学教员 解放后 他的父亲在土地改革中被斗 家里的土地 也被贫下中农分了 他便以组织名义 向当地群众施压 当地群众联名写信 向他所在部队反应情况 并揭发其1938年 曾向敌人密告过 两名地下共产党员 此信被人误拆 内容传入他儿 他认为大事不好 遂行凶报复 枪杀高层领导 致使黄祖言遇难 中共山东分局 山东军区 立即将黄祖言遇害的消息 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文序后十分震惊 遂于3月18日 拟出了通报 发往各中央局 各大军区 志愿军党委 及其他有关单位 他在通报中写道 为吸取黄祖言被害教训 中共山东分局于 事发第二天 即3月14日 向所属单位 发出7条指示 指出黄祖言同志被刺 说明了阶级敌人 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 日益深入之际 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 来进行报复 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 动摇我阵反的决心 这一事件也暴露了 我组织内部的不纯 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要以这次写的事件 教育全党 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 绝不可优柔寡断 姑息养奸 接着 保泽东为转发黄敬 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 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大中市委 省委 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阵反工作 过去几个月 一般尽头很小 这主要是由于 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 及阵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认识不足而来 从二月起 先有北京市 现在又有天津 重庆两市动起来了 这是好现象 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 及其领导机关 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 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 必须认真研究 周密布置 大杀几批 才能初步的解决问题 下面是天津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正确的 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 杀1500人 已杀150人 4月底以前 先杀500人 完成这个计划 我们就有了主动 我希望上海 南京 青岛 广州 武汉 及其他大城市 中等城市 都有一个几个月 至今年年底的 切实的镇反计划 人民说 杀反革命 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我希望各大城市 中等城市 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泽东3月18日 毛泽东 还电视饶术时 和中南局第二书记 邓紫辉 西南局书记 邓小平 西北局第一书记 习仲勋 他在电文中写道 术时 紫辉 小平 仲勋同志 民主人士 及大学教授 愿意去看土改的 应放手 让他们去看 不要事先布置 让他们随意去看 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 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 这样来教育他们 吴景超 朱光贤等 去西安附近看土改 影响很好 要将这样的势力 教育我们的干部 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 3月18日 3月20日 毛泽东 为转发中南局 关于城市振返指示 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省委 区党委 大市委 及5万人以上的中等市委 城市振返工作 极为重要 最近华北 东北两区 各大中城市 均已动作起来了 反应极好 重庆 亦已实行第一次大逮捕 反应如何 待报 中南局已于3月16日 发出城市振返的指示 这个指示是正确的 特转给你们参考 应在一切大城市 中等城市 及小城市 包括县城 及大市镇 布置振返展览会 此种展览会 作用极大 毛泽东 3月20日 他还未转发北京市委 关于人民群众拥护振返的情况报告 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省委 区党委 大中市委 凡工作好坏 应以群众反应如何为断 直至现在 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 坚决的正确的镇压 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你们应将振返经验 及群众欢迎振返的反应 随时通报各地 使此项经验 及反应迅速传播 以立访刑 并使胆怯的同志 振奋起来 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振返的反应 可以看看 毛泽东3月20日 3月20日这一天 毛泽东又致涵胡乔木 就召开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做出指示 他写道 一 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 至15日开10天 如15日以后 四中全会还未开会 再延长5天 否则不要延长 二 理论教育决定 可先以草案发各地 通知照发 三 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 带看后送你 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 学习上 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三个问题 是指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选问题 后来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 此前 邓拓在1944年5月 主持编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未经毛泽东改定 3月23日 毛泽东在向各地转发 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 批示道 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 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 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 有很大作用 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围要 3月24日 毛泽东关于同意上海市委 镇反计划 给饶术时的指示店 他写道 饶术时同志转上海市委 同意3月15日 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 这次计划 有具体执行的步骤 有时间有准备杀官管的数目字 比过去大进一步了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要大补大杀几批 首先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 关于这一点 可参看苍县地委的经验 其次要取得各界人民的拥护 关于这一点 可参看北京市委的经验 他们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通过一个 一般拥护中央镇压 反革命条例的决议 然后进行大逮捕 如果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不久要举行 也可以这样做 否则可以先逮捕 北京市取得各界代表人物 拥护的方法 主要是一次100多人的小型会议 又一次5000人的大会 前者除说明情况外 还陈列典型的证据和案情 给他们看 结果引起群情奋机 一致要求坚决震办 后者已于3月24日召开 主要由苦主登台控诉 以期争取5000个代表人物的拥护 会后即大杀一批 由北京的经验看来 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 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 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 振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这件事做好了 政权才能巩固 振反包括 一社会上的反革命 二隐藏在军政系统 救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 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 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 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 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 特别是公安部门 则需及时清理 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 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 则是完全必要的 在可能的条件下 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 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 已经在做 并且有成绩 毛泽东3月24日3月27日 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的实践论 在1950年底重新发表后 李达写出了八万多字的实践论解说一书 他在写作此书时 没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百忙中为他修改 凡是书稿中写 有毛主席三个字的 毛泽东都通通圈去 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到 贺明兄两次来信 及赴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 均受到了 谢谢您 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 这个解说极好 对于用通俗的言语 宣传唯污论有极大的作用 待你的第三部分 写完并发表之后 应当出一单行本 以广流传 第二部分 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 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 请加斟酌 如意发表 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污论的通俗宣传 过去做得太少 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治敬意 毛泽东3月27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 初选及时你家修改 此处赞人兆元 3月29日 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 刊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 在考察西安附近土改回京后所写的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 写信给胡乔木说写得很好 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3月30日 毛泽东在转发山东分局 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尽头不足的偏向 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 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 都应注意纠正 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 因为尽头不足 经过教育说服 尽头总会足起来的 反革命早几天杀 持几天杀 关系并不甚大 唯独草率从事 错补错杀的人 则影响很坏 请你们对镇反工作 实行严格控制 务必谨慎从事 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 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 但是一定不可补错杀错 毛泽东3月30日接着 毛泽东为转发川西区党委的报告 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华北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省委 区党委 大中市委 及地委 除抗美援朝工作 必须和各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一起去做 不必再说外 土改 镇反两项工作 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参加 越多越好 请你们计划一下 在今年下 秋 东3季的土改工作 和镇反工作 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 分几十批组织 各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 教授 教员 资本家下乡去参观 或参加工作 只要他们愿意去 就要欢迎他们去 不要怕他们去 不要向他们戒备 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 好的坏的 都让他们去看 让他们纷纷议论 自由发表意见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 更要让他们参加 整个城市的人民 都要讨论镇反工作 大家注意对付反革命 下面是川西区党委的报告 请你们看一看 毛泽东3月30日 他又为转发黄克诚 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 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黄克诚同志 并告子辉 术实 小平 建英 仲勋 一波 高岗同志 我认为黄克诚同志 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 镇压反革命 无论何时 都应当是准确的 精细的 有计划的 有步骤的 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 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 发拘捕证 照证捕人的办法 不能乱捕 反各地 有如黄克诚所说 逮捕范围扩大 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 应立即加以收缩 进行检讨 并做出结论 为所不嫌尚未开展者 则应当推动其开展 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 好好掌握 不要出乱子 如你们认为有必要 请将此店转发各省市 毛泽东3月30日 毛泽东还未转发中南局 关于加强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 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大军区 并转分局 省委 区党委 大中市委 地委及地方军区 并告中央各直属部门 对震反工作宣传不足 是普遍的现象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报纸揭露太少 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震反工作 真正欲文其事 各地做得太少 很多地方 畏首畏尾 不敢大张旗鼓 杀反革命 这种情况 必须立即改变 北京 天津两市 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 对震反大张旗鼓 广泛宣传 普遍揭露 利用几十人 百余人 几百人 几千人 乃至万余人的会议 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 利用展览会 大肆宣传 使家喻户晓 使全体人民 及各界民主人士 均参加震反工作 粉碎了神秘主义 小手小脚 畏首畏尾的作风 收效非常之大 中南局现役发了指示 扩大震反宣传 可为各地参考 毛泽东3月30日而后 他起草了一个 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 开会通报震反情况 给东北局的指示店 东北局 3月19日电西 你们开座谈会 讨论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 在各城市及新区 进行有计划的 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 及逮捕以后 要召集更多的 各界代表人物开会 北京曾召集一次 5500人的会 天津曾召集一次 一万多人的会 均是各界代表人物 不是普通群众 在下面 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 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 是家喻户晓 毛泽东3月30日 3月31日 毛泽东 关于播发许建国等 在天津阵反大会上的发言 写了一个电话稿 用电话告乔木 将3月30日 天津报纸所载 镇压反革命大会上 许建国的报告全文 黄敬结论全文 即王淑云 被恶霸迫害致死的 搬运工人王世英 王世红的妹妹 笔者注得控诉词 采用进步日报的稿子 加以广播 并将天津这次开会情况 写一条新闻广播 毛泽东3月31日 接着 毛泽东给湖南横山的 故友朋友圣 写了一封回信 他写道 有圣先生 3月14日来信收到 甚为高兴 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 不要这样客气 你被化为贫农成分 如果是由群众 大家同意了的 那是很好的 工作的问题 如果你在乡下 还勉强过得去 以待在乡下为好 或者暂时在乡下 待住一时期也好 因为出外面 怕难于 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 如果确实十分困难 则可持此信 到长沙 找湖南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程兴林先生 向他请示 有无可以助你之处 不一定能有结果 殷程先生或其他同志 都和你不相熟 不知道你的历史 和近来的情况 连我也是如此 不便向他们提出 确定的意见 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 可去试一试 确实 可将你在西海革命时 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 并和我同事 你当父母 我当列兵 一点向他做报告 再则将你的历史 向他讲清楚 此复 顺治敬意毛泽东 3月31日 毛泽东又给湖南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 程兴林写了一封信 并附上了朋友圣寄来的原信 他在信中写道 兴林兄 此人叫朋友圣 据我过去的印象 是的老实人 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 西海革命那一年 在湖南军队冲覆木 及副班长 我在他那一班冲列兵 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 先来信教苦 我以复信 叫他待在乡下 不要出外 如果十分困难 又出于自愿 不怕无结果 则可使我的复信 到长沙找你 向你请示 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 我在复信上已说明 不一定有结果 因为程先生他们 不清楚彭的历史 连我也不清楚 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 他来见时 经历加以考察 如果历史清白 则着予帮助 或照西海革命人员利年 给若干米 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 如有工作能力 又有办法 则为介绍一个工作 而不用上二想办法 请着定 毛泽东1951年4月1日 毛泽东置信 田家英说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矛盾论 请不要送去翻译 叫对后再送我看 4月2日 毛泽东 毛泽东致电饶术时 并告邓紫辉等人 他在电文中写道 术实同志 并告紫辉 建英 小平 仲勋 伊波 高岗 德怀同志 同意术实同志 3月29日报告的各项意见 关于镇压反革命 目前重点仍在外层 但对中层 内层的手脑机关级要害部门 必须及时加以清理 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 必须及时进行处理 这一方真是完全正确的 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 都很正确和必要 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 加以注意 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 亦需加以注意 保证各级手脑机关级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毛泽东4月2日接着 毛泽东未转发北京市委 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 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省委 大中市委 区党委 地委 镇压反革命 无论在城市 在乡村 均必须大张旗鼓 广泛宣传 使人民家喻户晓 北京的方法 请各地一致仿效 镇压反革命 必须严格限制在 匪首 灌匪 恶霸 特务 反动会门投资等向范围之内 不能将小偷 吸毒贩 普通地主 普通国民党党团员 普通国民党军官 也包括在内 判死刑者 必须是罪重者 重罪 轻叛是错误的 轻罪重叛 也是错误的 最主要的是 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 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 一级手里 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现在可以说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 发动了 各级党委的注意力 主要应放在 精细审查名单 和广泛进行宣传 这两点上 抓住了这两点 就不会犯错误 北京市委 因为抓住了这两点 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毛泽东 4月2日 4月3日 毛泽东 硬梅蓝芳之妖 为中国戏剧研究会 成立题词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4月5日 毛泽东给他的堂兄 见熟师毛宇居 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 毛宇居写了一篇 毛主席议事 其中有言 在私塾数年 略解文字 最爱三国演义 说唐 水浒传 后到省求学 知识日开 大有世界观 各诗 有无不爱赏之 有次有省归来 吴房族 简陈公语之戏问道 你读书将来做何事 他应声答道 我要为翻天覆地之事 3月份 毛宇居将文章抄好后 寄到北京 请毛泽东过目 并交报社发表 毛泽东接到 毛宇居的信和文稿后 仔细看了 觉得以不发表为疑 就给毛宇居 写了一封回信 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必辞各信 即最近长寒军收 甚谢 诸诚关怀 俱见圣意 唯意是有些内容不适合 肆以不印为疑 原稿奉还 附送兴居家胜 相有辩死之后 毛泽东 毛宇居的这篇 毛主席议事 终究没有问世 直到他1964年逝世 始终被锁在 湘潭大案馆里 4月7日 毛泽东为转发 福建省公安厅 关于阵返情况报告 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述石 紫辉 剑英 小平 仲勋 一波 高岗同志 资江福建公安厅 关于福建镇返工作的报告 转给你们参考 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 反东派多 处决的比例较大 这是可以理解的 别地自不应援力 也杀这样多 但有些情况相似者 亦可仿昭办理 福建方面 最值得重视的经验 是发动最广大群众 参加镇返工作 和派遣工作组 下去巡视镇返工作 关于工作组 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 即有省级机关 组织几个有训练 有能力的工作组 分往各专区 直到县级去巡视 有偏差者帮助纠正 计案太多者帮助清理 不敢放手者 帮助开展工作 发动群众不足者 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 这样的工作组 对于坚决而正确的 开展镇板工作 当有很大的帮助 请你们研究推行违派 毛泽东4月7日4月7日 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一 送来的文件 缺少1949年4月21日 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 一篇 请补印送效 二 请将新国调查中 斗争的各阶级 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月 在我这里的印件中 缺少这一章 三 已注文件 请诉送月 4月9日 毛泽东在病中 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问题 致点彭德怀 他写道 德怀同志 我尚在休养 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 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 和我方企图搓摇见告 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 在新的战役中 除以一部 位于原山 咸兴防敌登陆外 主力 应补充新兵 四宜 位于战场附近 担负歼灭敌 可能降落的散兵 协助各兵团作战 待战役完结 该兵团是进入正式修整 这样是否妥当 又朝鲜人民军 以补充否 毛泽东 4月9日 4月10日 毛泽东 为阵反工作中的 两个突出经验 起草了一个通报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大中城市市委 区党委 据中央公安部 3月22日报告称 最近一时期的阵反工作 有两个突出的经验 第一 有计划 有准备的大规模的 在同一时间内 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 从北京 天津 河北 平原 查哈尔的实际行动 证明 这是一种搜捕 社会反革命的 有效的 不可少的步骤 这种方式 给敌人打击最大 给群众教育极深刻 社会波动亦不大 只要掌握准备充分 对象准确 组织严密 指挥统一 行动迅速 严明纪律 及时宣传等项原则 就可以保证 不会抓错 而取得群众拥护 与社会同情 第二 北京 天津 张家口等城市的经验证明 召开城市中市级和区级的各界代表会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 并有各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 少数民族 宗教界 工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参加 以揭露反革命罪恶 宣传震反政策 消除民主人士的思想疑虑 动员各阶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 综合这几个地方的经验 一是负责首长亲自主持公安机关做镇反情况报告 有准备的分类做案件介绍 只介绍重大案件和首恶人犯 不是报告所有人犯 用活人活事讲解政策 激发对反革命的仇恨取得各界人士的拥护 二是会上展览反革命罪证图片案卷供词和真凭实据打消各种疑虑 三会前要充分准备会中要坚持原则 既定处决的案犯坚持不能变动 四要上下结合动员群众的力量说服民主人士 五要分别对待 对诚心拥护但有疑虑者要耐心解释提高其认识 对别有用心者要用事实铁证使他无话可说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应当推广等于 这两点总结很好 请你们注意照办 毛泽东4月10日接着 毛泽东会转发天津市委 关于企业系统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 写了一个批语 述时 紫辉 建英 小平 仲勋 一波 高岗 荣臻 博城 陈毅 贺龙 宗训 谭正珠同志 并转分局 省委 大中市委 区党委及省级军区各负责同志 据天津市委报告 在企业系统查出13名汇入党内的奸细 其中 满玉华窃取了工会副主任职务 杨友廷窃取了天津市各界代表会的代表 市府救灾委员会委员 纺织工会执行委员 中访三厂工会主任等要职等情 请你们密切的注意 这个内奸问题 从天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4月10日4月11日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 发表了微微撰写的 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 谁是最可爱的人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 当即批示到印发全军 4月11日这一天 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 迫使杜鲁门中途役帅 麦克阿瑟被解职 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其威接任 联合国军总司令 4月11日晚 原第四野战军第47军军长曹李怀 政治委员李仁林 率第139师 第140师 第141师 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 隶属志愿军总部 后来隶属第9兵团 4月13日 毛泽东为转发南京市委阵反工作报告 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省委 区党委 大中市委 关于在阵反工作中 有计划的统一逮捕和有计划的广泛宣传 于届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 真正欲文其事 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 使家喻户晓 人人明白 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是南京市委的报告 可谓参考 过去该是手面太小 不敢大张旗鼓杀人 现已彻底转变 做得很好 大有成绩 并且跑到许多城市的前面去了 毛泽东4月13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济南市委 阵反工作报告 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并转分局 省委 区党委 大中市委 下面是济南市委 关于阵反工作的报告 很好 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 照此办理 我希望各大中市委 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 现已收到北京 天津 青岛 济南 重庆 兰州等六处的报告 和上海 南京 杭州三处的计划 均很好 请各位报告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 例如各省省城 及汕头 吴州 恒州 宜昌 九江 安远 吴湖 吴西 苏州 宁波 厦门 石家庄 唐山这一类城市 均向中央做一个阵反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4月13日接着 毛泽东赴电给彭德怀 此时 第四次战役尚未结束 彭德怀在坚南的全县防御战中 提出了一个下一阶段的反工作战计划 他在4月10日24时 关于第五次战役 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我作战企图 你从金化至嘉平县 必用这一带大山区 劈开一个缺口 将敌人东西割裂 然后用九兵团和十九兵团 对西县敌人 进行战役两翼迂回 三兵团正面攻击 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 力求在三八线北尖灭敌人几个师 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 攻击时间 如敌进展快 我你4月20日左右开始 各兵团4月15日可集结完毕 时间较仓促些 如敌进展不快时 待5月上旬出击 毛泽东在傅鹏德怀电中写道 德怀同志4月10日24时电锡 一 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 妄一情况坚决执行之 二 魏防敌从圆山登陆 似需以42军主力位于圆山城内及其附近 确保圆山请着定 毛泽东4月13日预知朝鲜战场第四次战役的结果和第五次战役如何展开 请看下一张内容 东方盟约在朝鲜战场第三次战役后 毛泽东见大局已定 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镇压反革命运动方面 就本章内容可以看出 从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 重要性 到镇压反革命的方针 政策 方法 和镇压反革命的宽延尺度 及各地的具体情况 参照经验 毛泽东对部下 无不是耳提面命 有时他竟然不厌其反的一日树殿 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镇压反革命的人民战争 而又唯恐在运动中出现差错 真可谓是偶心力学疑